阿里巴巴有一样很珍贵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的企业的文化 我们的价值观 使命感和共同的目标 是公司最值钱的东西 这是我们经历了2001年的互联网冬天 2001年互联网冬天来之前 我们请了很多所谓的高手加入我们公司 那些跨国公司的副总裁 什么哈佛的MBA毕业到了我们公司 每个人都讲起来 反正我们那时候美国有一批人 香港有一批人 杭州有一批人 反正杭州那帮人干活的 他们是最可怜的 反正香港人说应该是这样做的 美国人说应该是这样做的 反正我们是彻底get lost 方向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 很残酷的一个文化性的统一的思想 最后这辈子都离开 留下那帮人反正也没地方去 我们就留在那儿 这些人我们统一了思想 我们第一我们统一了目标 这个公司要走八十年 我那时候提出八十年 因为我觉得人那一辈子也就活了八十岁 对不对 八十年做一家公司挺好了 那么反正这是一个第二个目标是 今天我想告诉我们前年开始 把公司的目标已经定为 这个公司希望做一百零二年的企业 这个为什么是一百零二年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都讲我们百年企业 百年企业 百年企业说多了以后 没人相信了 一百零二年是我们诞生在一九九九年 上世纪我们活了一年 这个世纪活一百年 下个世纪再活一年 一百零二年是三个世纪 所以所有的目标 我觉得做领导一定要给目标 给员工一定要很明确的 对吧 你这个目标一旦确定 那就按照这个目标 百年企业本意没说嘛 对吧 所以第一我们是做八十年企业 第二个目标呢 是做世界十大网站之一 2000年提出世界十大网站的时候 阿里巴巴估计排名是在二十万名以后 那员工都觉得 你说吧 十万网站 反正我们不靠 反正我们也做不到 对不对 但是呢 今天拱着拱着拱着呢 也拱到了前十个的时候 而且很有 在02年03年 几乎没有人开始做互联网 那时候互联网是一个dirty name 你知道吧 互联网 所有人都改名字了 大家说你还要做网站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是网站 第三呢 我们有个就是只要是商人 一定要用阿里巴巴 这是我们第二个目标和vision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还制定了一个这个使命感 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绝对 你当我们公司看不到使命贴在墙上 而所有的使命是变成行动里面 什么概念 我觉得呢 这个当年啊 G1创办的时候 G1说他们的vision是 让天下亮起来电灯泡 所以所有的G1的员工 都想尽一切办法 把自己的电灯泡 把自己的电器 能够light the world Disney说 make the world happy 所有的人想办法 让别人开心起来 Disney从来不搞悲剧 对不对 所以阿里巴巴要搞的是 让生意越来越难做 我们做的任何软件 任何服务 都必须问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是不是帮我们的客户 生意越做越简单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的杀手界 公司里面今天有一个杀手 我们做了五年 我们统一了价值观 我们决定六大价值观 是阿里巴巴人 所以我们问自己 十八个方的 是什么原因 我们经犯了这么多错误 倒霉那么厉害 然后我们还是那么团结 那时候几乎是没有钱 担尽良绝的手 我们还是说 我们继续往前走 而且互相不埋怨 就往前走 是什么原因 我们自己把它写下来 写出了很多原因 最后和并同一项 我们发现是六条 第一 客户第一 价值观 第二是做人的道理 我们讲究诚信 讲究敬业 讲究激情 做事的原则 我们讲究团队 我们讲究拥抱变化 特别是团队里面 我觉得有一样 我说我们公司 那时候Google 经常把自己 成为精英团队 我说我们是普通人 我们的文化是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 我们在一起 做一件非凡的事情 但如果你认为你是精英 请你离开我们 我们不要精英 人与人之间都差不多 确实感触是满身的 在最热闹的 最冷的时候 再麻烦的时候 我们的员工还是很团结 所以我们经历了 一次一次的磨难 这个价值观的考核 价值观的提升 企业文化的建设 我的看法 就像你这个跑步 平时每天锻炼一样 平时锻炼你身体好 锻炼锻炼也没什么效果 但是这种效果 只有出现灾难的时候 你的身体 平时的锻炼就会出现 公司也是一样 所以文化的建设 企业价值观的 员工的培训 每个员工进来 经过一轮轮以外 我是一定要花两个小时间 跟大家问任何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 我们走这家公司 走到现在我才为止 统一的价值观 统一的使命感 统一的目标 使得把这些人 不管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只要加入阿里集团 你必须回到杭州 进行培训和训练 诺材料 诺材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